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华 敢骂了 你敢骂了 我说小室妹 这光铁画日之下 你就勇闯男人的房间 我结果混还好点 其他小伙还都没娶过牢婆了 你让他们怎么办 我说你也不嫌扫得哄啊你 你 把泥服穿好 我 我不偷 不抢 我有什么扫得慌的 都是你啊 做了什么回心事 怕被我发现 我 我 你 你先走 别这样 对不起啊 师兄 对不起 我拦得大了你 拿着 你找我吗 我来看看你铺盖收拾得怎么样了 都收拾好了 好了 我刚才看到你手里拿着一个东西 给我看看 没东西啊 没有 你行李这么少 铺盖这么薄 还睡在窗户边上会着凉的 不会的 怎么会呢 傻小子睡凉 看我全凭火力撞 我身体好 不会的 没问题 那怎么行呢 你现在既然已经是标局的人了 生病受伤什么的 标局都得管 你等着 我去给你找上后辈子来 不用麻烦了 师妹 你干什么去 我 我拿被子去 等会儿啊 我给你拿穿厚被子 我们的被子那么薄 能被人管啊 还是外来的和尚会年庆啊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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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不火火的 娘 风不火火的 我 我要一穿被子 最好是厚点的 最好是新的 不是才给你做了一床厚被子吗 师妹 师母 你跑那么快 至于那么积极啊 师妹 你堂堂标局大小姐 替一个小标师张罗被褥 这事要是被别人看见了 会说闲话的 这件事我来安排就好 你们先把菜拿到厨房 我一会儿再过去 是 师娘 是 师娘 言青 怎么回事 我 我看杨华刚到镖局 他那铺干也太单薄了 就想帮他找一床厚被子 娘 我记得您说过 刚做了几条新的 对吧 杨华需要被子 可以找我这个内掌柜 直接来申请 你一个姑娘家满镖局 替他找被子 像什么样子 我 你们 你们想哪儿去了 算了 言青 这个孩子说风就是雨 承越啊 帮我看好言青 不给他管的事情 绝对不允许让他插手 放心吧 我会处理好的 听我说 我不想鬼玩末将的 杨华 你是不是对我们师妹有什么想法 其实 真的没有啊 师妹她为人热情 心肠好 她又那么善良 还帮我适应标局的生活 我感谢她还来不及 真的 我只是想当好一个标师而已 没有别的 真的 真的 那好 我就实话跟你说 我和言青小师妹从小一起长大 师父总有一天会把她许配给我 你最好和她保持距离 懂了吗 懂了 知道了 大师兄 其实如果言青 她真的嫁给你 我会替你高兴的 记住今天你说的这句话 好 那我先过去了 去吧 按照规矩 新来的都要试试功夫 杨华 你处理 是啊 小莫 嗯 你和杨华过几周 嗯 你和杨华过几周 这是什么 你干吗 你干嘛 杨华 杨华 杨华只会使蛮力硬拼 一点招式都不动 虽然没正式拜师学艺 不过倒是块练武的好材料 师父 要不我下场和他过几招 不 师父亲自出手 这可真是太阳大西班出来了 阿华的功夫本来就不错啊 其他师兄弟就是没有办法和他过招嘛 阿华的功夫本来就不错啊 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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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跟我来 杨华 你这些阴险的招数 都是从哪儿学来的 其师父恕罪 弟子自幼 父母双亡 所以经常被人欺负 那个时候 我为了混口饭吃 只能有什么招式 就用什么招式 随您刚才说的江湖规矩 我真不懂 什么招能用 什么招不能用 我也真不懂 好 既然你来了我们安平标局 就不能再用那些阴险的招数了 我会教你正派的武功 以后你要用心血 知道了 谢谢师父 金钱标的窍门只有一个 先忘记身边的一切事物 将注意力集中在标上 立刻发标 十二金钱标 是根据十二种不同的 古钱币注成 每种标的外形和功能 都有所不同 它威力巨大便于携带 是咱们安平标局的独门案器 想跟我学金钱标 不仅需要武功底子好 最重要的是人品 身为标师 要对标主尽责 对同门和睦 如果有人做出 有损标局生育 和利益的事情 我绝不轻饶 承越 你来叫他们 金钱标的基本功 是 师父 是 师父 是 是 这一招 是我和师妹言清 不知道练习了多少次 像你们这些新丁 功夫不到火候 千万别模仿 好 接下来 你们都先熟悉一下 自己手中的金钱标 熟悉了分量之后 就正式开始练习 这是谁杀的 安平标局 于建平 看杨华的眼神 充满了怨气 这个 不简单 小橘 姑姑呢 没见郡主回来呀 莫非是有事耽搁了 现在天都快黑了 就算是去独乐寺 别该回来了呀 你去门房看一下 是 哥哥 哥哥 刚才有人敲门 我打开门又没有人 地上只有一封信 姑姑被人绑架了 什么 这绑匪胆子也太大了吧 竟然打起了王府的主意 哥哥 有没有说要多少赎金 对方会再跟我联系 就寻捕方 我收到了一封勒索信 姑姑被人绑架了 王府说 会再跟我联系 她年纪大了 希望你们几个 好了 我知道了 你可以走了 你们不是应该 马上去救人吗 王小姐 你也看到 我们这是救这几个人手 何况 最近时局不稳 每天都有人失踪 要不这样 你先回家等消息 好吧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救人本来就是你们的职责 你知不知道 这样拖下去的话 人是很危险 没说不救 可是这么多案子 总得有个轻重缓急吧 要不这样 你去找我们的上司 如果他让我们查 我马上去查 你该怎么样 找就找 谁怕谁啊 我们走 算了 小局 不要强人所难 那我姑姑的事 还是请您多费心了 好好啊 知道了 我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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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谁帮奏了姑母 是谁帮奏了姑娘 杨华这个人 我要多加利益 师傅 找我骂事 是不是姚昌界啊 不是 乔默 我问你 通过这次护镖 你对杨华印象如何 长得好开啊 都是小白莲 小白莲没有好心眼 那她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讲的事倒是挺堕的 不过也没骂重点啊 有没有讲过 她的家人 她的朋友 还有过去的经历呢 她就踢过她姐姐 没踢过其他人啊 师傅 您是不是觉得这小子不地道 那就一脚拔的剃除表局 不就完了吗 从现在开始 你私下里多留意洋花 好 不管她有任何事情 一定让我知道 您放心 师傅 来 嗯 这小姐 来点什么 玩手啊 把手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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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你就放我出去吧 不行 你给我好好待着 再待下去我都长毛了 生虫了 你本来就是只虫 是只只出不进的米虫 爹 你不能这么说 标局里谁都可以瞧不起我 唯多你不行 为什么 子不教父之过 你没把我瞧好是你的问题 你 你小子 你看我今天不送死你 你给我站住 站住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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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 打什么打啊 你看我今天非霸道腿打断 娘 爹不让我出去 大掌柜的家法已经让他够难受了 天天闲在家里也不是个事啊 承恩 想出去就出去吧 回来回来 给你几块大洋零花 娘 你真好 就会哄你娘 臭小子 不要回来太晚啊 你看他多大的人了 你整天宠着他 总有一天你会把他害死的 是吗 儿子有今天怪得了别人吗 我看儿子说得一点都没错 你呀 简直是不可理喻 我不可理喻 我不可理喻吗 怕是别人不可理喻吧 你 说好了要把十二金钱标绝计传给承恩 结果呢 你看现在 好 你呀 你真是放着好日子不想过呀 就拿这个事整天给我吵架 你累不累呀 我不累 我一点都不累 为了我儿子的将来 为了他有出息 我就是累也心甘呢 我懒得跟你吵 一句话 要么二弟 把金钱标绝计传给承恩 要么 我们娘俩回娘家去 你呢 你自己看着办吧 你就跟你那二弟 和标局过吧 二弟啊 快哥 忙着呢 二弟啊 最近标局列又招了不少新人 你又要受累了 的确来了不少 但是要培养一个合格的标识 自然要花很多的时间和心思 不过新来的标识中 以杨华的习武资质最好 我打算以后特别指导他 只不过我觉得他有点 二弟 我明白 你想报答他的救命之恩 可杨华 他毕竟是个外星人 大哥 你的意思是 我冷落成恩了 不不不 再说了 这个普通的金钱标 咱们标局里的人呢 人人都会 我是想让成恩学习这个 回旋标 那是我们十二金钱标的崛器呀 大哥 又是大嫂让你过来的吧 不不不 这回不关她的事 是我这个当爹的 该为儿子考虑考虑了 我可不想咱们两个辛苦几十年 为别人做假衣裳 你看 咱们门下弟子虽多 承越的武功 这个 乔帽也不错 当然了 彦卿虽然是个女孩子 那也是咱们的女中豪杰呀 不过 她毕竟是个女孩子 你曾经告诉过我 想把承越 招进来入赘 我不反对 好 可是 她要想学回旋标 那也必须排在成恩以后啊 成恩呢 本质不坏 只不过是被大嫂给宠坏了 我早就想好好教导她 怎么会随便反悔呢 现在也差不多是时候了 叫她准备一下 过几天过来跟我学标吧 好好好 你看你看 要不是为了这个不孝子 我也不会来找你的 大哥 天下父母心 我懂 来 二弟 喝茶 有没有信再送过来 辉哥哥 没有了 知道了 你下去吧 如果有信送过来 一定第一时间拿给我 是 绑匪怎么还没有动静呢 姑姑平日养尊处优 哪里吃过这种苦啊 这时候 怕是吓都吓死了 哥哥 那个该死的寻补 都不帮忙找人 接下来 我们该怎么办呢 这要是在英国就好了 伦敦有很多私家侦探 可以帮忙的 可惜 私家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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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有了 天津的标局也可以啊 他们武功高强 又有门路 只要出钱 就能帮忙的 那本地最有声望 信誉最好的标局 又是哪家 本地标局最有信誉的 当然是安平标局了 好 好 那我明天就去拖标 嗯 好 大师兄 坐坐坐坐 喝点水 好 行 太热了 各位好啊 各位好 坐 川师弟恭喜啊 啊 我哪有什么喜事啊 别装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爹要把回旋标传给你 你说这事啊 小事 小事啊 小事 大家镇定 镇定啊 你镇定得了吗你 这回旋标 可是师父的独门绝技 要是穿给了你啊 你就是未来的大掌柜 你要是当了大掌柜 你逗逗提醒我啊 我好好自豪好好好 放心 放心 放心啊 合了吧 我去给你拿水果 二师兄 这也太没立场了吧 妹妹 现在二叔身强力壮 等我接任的时候 不知道红年马月呢 不过 各位放心啊 我余承恩 绝对够意思 等我当了大掌柜 好处 人人都有 呦呦呦 这回旋标 还没开始学呢 就摆大掌柜的谱了 忘了被高家人找上门来 装死耍赖的样子 有多狼狈了 余颜卿 打人不打脸 说话没接短 你不知道啊 成天气我啊 我 没有啊 我哪敢啊 余大掌柜 去了 好了好了 喝水啊 陈啊 师兄跟你说句实在话 师父这次教你回旋标 你要好好地练 不要辜负师父 他老人家一番心意 好 您放心大师兄 回旋标是余家的独门绝学 自来就是传男不传女 传内不传外 我要是不好好学 还指望这个丫头骗子不成 你什么意思啊 我要是男的有机会学的话 哪轮到你这么嚣张 行 你要是想学 成 那你就重新投胎做男人吧 你少得意 对 余家祖规 回旋标 也是可以传续的 哦 对对对对对 对 只要你嫁给大师兄 我绝对让贤 对吧 没影儿的事 让你胡说八道 赶紧 叫你乱将舌根 月晴 站住 你别跑 看我们打 君子动我们动手 站住 月晴 成月 王掌柜的做店生意 他出再多的标例 咱们也不能做 你明天就替我把他回了 好 咱们做的是正经生意 他呀名为茶馆 其实是毒馆 好 传出去影响我们的名声 还有啊 现在有很多人 托我们用信歌送信标 你要加紧训练 多买些好的品种回来 好 我知道了 去吧 请问二位找谁啊 您好 我想找你们大掌柜 好 好 总标头 有人找大掌柜 好 请 这位姑娘 我是安平标局的总标头余振武 请问您有何贵干 余总标头好 我姓黄 我来是将委托标局帮我寻标 好 那里边请 谢谢您啊 爹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黄千惠小姐 也是前朝的格格 我们之前有过紧面之缘 格格 这是我爹 也就是安平标局的大掌柜 余大掌柜 好 黄小姐 请坐 坐坐坐 二弟啊 刚才我和黄小姐已经谈过了 这是绑匪的勒索信 余大掌柜 我的姑姑乌哈兰郡主被人绑架了 这是绑匪的勒索信 但是信上并没有提及赎尽的事情 老实说 自明国成立以来王府日渐衰败 如今只能勉强度日 实在想不通绑匪的用意 查案救人 是寻补房的事情 要我们标局去做 不太合适吧 这个我知道 我也曾去寻补房报过案 但他们只是一味推托 我想他们根本不会尽力去寻人 死前想后 我只好求助贵标局了 如果是保护格格去送赎金 那没问题 可找人救人这事 我们标局没干过 大掌柜的意思是 不愿揭此标吗 这件事 我们帮不了您 明白了 既然如此 我也不好再勉强 大掌柜 告辞 慢走 哥哥 请留步 师父您不是一直教导我们要信以为先吗 如今哥哥登门求助了 人家还是姑娘家 你怎么能坐视不理呢 杨华 二弟 杨华说的还是有道理的 不过这件事还是大掌柜说了算 爹 阿华也是为了标局的名声着想啊 您就接了这堂标嘛 好不好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可是很多年前时局动荡 有好多富人都被绑匪盯上了 就像六丸堂的李掌柜被绑架 当时他的家人找到我们 您不一样也是接了标嘛 为什么今天这个不能接呢 是啊师父 尾妈现在不能接呢 你看啊 这哥哥长得楚楚动人 多可怜哪 我们要是不胖的谁绑他呀 我们要是不胖的 我们是不是违背了表行的这个 瞎一镜谁呀 不是我不想碰 天风标局刚被查抄 我们安平标局也被推到了封口浪尖 这个时候我们不该管 我明白了 您是怕现在时局太乱呀 可是当年六合汤的时候 比现在时局还乱呢 那时候他们也没有书记 可是我们不是也 成功地解救手票吗 余大掌柜 我早就听说您英雄侠义 是天津标行里的翘楚 我肯求您帮我这个忙 爹 您就接了这堂标嘛 好不好嘛 对啊师父 您就帮帮忙吧 傻丫头 快去拿标单 你爹呀 已经同意欠了 你爹呀 你爹呀 已经同意欠了 你爹呀 这一堂标签 放下 你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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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找郡主的 那就多谢了 我 我 阿华 我还有事 先告辞了 小心啊 怎么了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人家阁阁都走那么远了 还顶着不放 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这 这是礼貌嘛 彪主走了 我送一下 我在江湖上行走那么久 你们男人心里想什么 我还不知道 爹找你开会哦 开会 走了 好 心缝没有骂问题 这个性质骂也没有骂问题 笔记 也没有骂问题呀 看起来都没有问题呀 这是 遇到老家伙了 师父 总指就是没有骂头绪 到现在 绑匪还没什么动静 会不会他们另有所图 王府的背景很复杂 这件绑票案并不单纯 所以不能按照一般的方法 去处理 师父 那我们下一步 该从哪里入手的 郡主 是在去上乡的路上失踪的 王府的马车那么显眼 我们沿路问问 应该可以查出 马车的巨像 师父 不如让我去试试 争什么抢什么 你一个新来的彪师 整天想着争弓逞强 要是出什么闪失 你担待得起吗 就是你担当的急吗 还是我去吧师父 我去吧 我见过王府的马车 如果让我去试试 说不定 可以早些找到郡主 你还挺有心的 爹 要不就让阿华试试吧 师妹 人命关天的事情 你交给一个新手 太冒险了吧 是啊 人命关天呀 这事能不能交给他呢 这种事你得交给我呀 有你什么事 我 闭嘴 绑匪既然可以轻松地 把老郡主劫走 就说明 人家对王府的地形 已经很熟悉了呀 说不定 还盯上了我们安平标局呢 我们现在 要是派一个生面孔去 不是正合适吗 师妹 新面孔是合适 可是 杨华一点经验都没有 万一打草惊蛇呢 是啊 他没经验 没经验 这 别吵了 在师弟面前吵架 你们俩像什么样子 杨华 你什么时候见过王府马车 前几天我买报纸的时候 我见过王府的那部马车 马车装潢的很精致 很好认得 可是绑匪也许会把马车扔掉的 这么名贵的马车丢掉很可惜呀 要是他改装的话 应该会找大的车垫 我们沿着这条线索去找 一定能找到的 好 就交给你去办 不过你一切要听总标头的 好 谢谢师傅 师傅 你和言卿跟我去到王府 我还有些细节 一定要去看看 师傅 那我 好安 你在干什么 我罚你回去给我抄一百遍 师傅 我不成心哪 好了不要说了回去抄吧 抄 好 这个大宅子真气派啊 真是世事难料 以前那么风光的皇亲贵族 也会没落至此 连个守卫都没有 难怪绑匪会打上王府的主意 从京之音乐到平民 又遇到这种事 哥哥心里一定很难过 是啊 那就更应该早点这束肉票 可是 派杨华去 不知道行不行 我觉得不会有问题 我不会看走眼的 李大掌柜 里面请 嗯 好 李大掌柜您来了 好 里面请吧 好 哥哥 你们这儿好气派呀 大小姐见笑了 我这里早就是外墙中竿 那里说得上气派 我按了半天门铃 你们都没听到 要是有客人来 岂不是很麻烦啊 怎么会呢 之前我们也听到门铃声了 以为门房会开 所以没有动 后来又听到一次 才叫小菊去开的 来 请坐吧 嗯 爹 哥哥 哥哥 这两天 绑匪可有来心 没有 哥哥 怎么不见门房 我想见见他 嗯 小菊把门房叫过来 是 是 哥哥 老板 不好意思问问你 之前有没有见过 一辆马车经过这里 我问你 你当时是怎么收到绑匪的信呢 我已经跟哥哥说过了 有人敲门 我出去开门 门外没有人 地上只有这封信 是 没事了 你可以下去了 是 哥哥 那当时 你又在哪里 在做什么 我当时在这里看书 然后自明中报十说五点了 发现姑姑还没有回来 正要去看 门房就把信送来了 那你可曾听到敲门声 没有啊 我也没有听到 啊 请问你见过郡主吗 您是说王府的郡主 对 记得 那天她坐马车经过的时候 她还下车进来买了点吃的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大概是早上九十点钟吧 打听到什么了 有 说是上午九十点钟的时候来的 早上 王妃送信来是傍晚的时候 要是这样的话 从王府到这里 不够半个钟头 也许是 在庙里出的事 我看也不一定 要看绑匪藏人的地方 离王府到底有多远 如果远的话 可不止半个钟头 可可可 快点啊 大叔 大叔 你还记得我吗 哦 哦 你是那天救我家格格的那个小伙子 对啊 我山平标局的标师杨华 是这样的 你家郡主失踪了 格格派我们来找他 那天是你陪他们到独了寺的吧 是啊 郡主说要去给格格买弗林高杆 我就在门口等着 没想到被人打昏了 醒来后发现被丢到后巷 马车和郡主都不见了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你怎么不回去禀报格格 现在都过去一天了 你还有心情在这里买东西吃啊 我也是刚醒来没多久 肚子饿 想买点东西 垫垫底 再说了 郡主不见了 格格一定会怪我 我可不敢回去 可是 你总不能在外面逃一辈子 我劝你还是赶紧回去 哥格格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你还是赶紧回去跟他禀报吧 知道了 我这就回去了 老板 我不要了啊 我走了 找贵的 那天郡主买完东西后 可曾上车 我想想啊 这个 他拿着东西上了车 马上就走了 那车夫还是之前的人吗 这 这我还真没留意 谢谢啊 绑匪一定是趁着郡主买东西的时候 换掉那个车夫 郡主在车厢里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 那些绑匪 就把他拉到了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将他绑架 那个车夫说他昏迷了一夜 我才不信他的话 你说 早上八九点出去买东西 顶多买一个多小时就回来了 十点多被打昏了 等他醒来的时候 如果发现郡主不见了 怎么还有心情吃东西呢 嗯 太离谱了吧 肯定车夫在撒谎 我听 大掌柜说呀 这个王府的门房说 那天他是听到门铃声才收到的信 可是哥哥和小菊 根本没有听到门铃声 我怀疑呀 这个门房 肯定和邦匪是一路人 带来的年轻 不菜 借不是门 他是天堵口 天堵口 前数海数花 他竟是何别流 天堵口 高潔深陷了多高 包子花百年 麻花变不少 天作乐康 喜飘来天生祈祷 照醉对着天 醉料你应该走 天不靠 包街深陷了多高 包子花百年 麻花变不少 天作乐康 喜飘来天生祈祷 照醉对着天 醉料你应该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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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